日前由台東縣政府與遠見天下雜誌共同舉辦的台東教育高峰論壇中 在座談時蔡影卿作家向在場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提到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她絕對不會離開台東到外縣市念書 也希望能夠透過閱讀打開台東與世界的連結 在我進成大的那一年台東其實有兩位進成功大學 我後來跟這位女同學變成了一個很好的朋友 她在外文系 我在中文系 她是台東女中畢業的 我就發現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 嚴明力都比我要優秀很多 但她是台東一路再給出來的子弟 所以如果以教育上的優勢來講 我並不覺得今天我們歷經千辛萬古 至少那個時候要回家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然後去台北受教育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今天當我站在這一個年齡在看台東所栽培出來的孩子 我覺得我們其實不必要那麼辛苦的 把自己往外推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了解今天我們成為台東的孩子 到底有哪裡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今天台東跟台東的孩子 在外地的連結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況 單向的我想應該是說單向的 好比說我們非得回到這一個地方來 我們才能夠貢獻給這一個地方 其實你們應該要呼籲在外縣市的台東人 提供今天交換的機會給台東的孩子 他也期盼在外有成就的台東鄉親 可以提供一些資源讓台東的孩子到外縣市參觀 拓展視野 東來新聞翻要令台東市報導